我知道他要選台北市市長嘛 五月底劍真章啦 因為台英文那時候才要決定 民進黨內部其實一直希望阿龍去選新北 朋友一樣是不選新北市市長的話 你怎麼知道五四年的蘇町會去選 民進黨說我們民進黨要反省 是不是在過去24年沒有推過合適的候選人 結果馬上 馬上就出師 這個段儀康就丟說 是你最棒 你最厲害 黑龍你很讚耶 都是沒有聽你的 所以過去24年都沒有聽過 都沒有提過像樣的候選人 都你在說 為什麼要找林家龍上節目是因為 我知道他要選台北市市長嘛 反正我跟你講就是五月底劍真章啦 嗯 台北市誰來選 趕那種狗問嘛 因為蔡英文那時候才要決定 民進黨內部其實一直希望阿龍去選新北 跟你講一些我沒有在別的節目講那麼白的 嗯怎麼樣 侯友宜要是不選新北市市長的話 你怎麼知道不是那個蘇町會去選 你怎麼知道他選不贏 嗯 還有什麼林家龍呢 民進黨在新北市有九個立委 九個十二個立委當中有九個 嗯 有夠多 那這九個當中最有可能選的羅智鎮 然後蘇町會 那要看對手是誰 如果對手是侯友宜 那就羅智鎮 如果對手不是侯友宜 那就蘇町會 好不好 零家龍就是要選台北 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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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